我们上一次讲到安培定律 已经举了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是典型的 那你回去啊 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这里不做 可能你们书上面也有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实心的圆柱导体 那么它外围呢 又有一个空心的圆柱导体 空心的圆柱导体 那么这个里头有电流 比如说我们假定这个叫做 RA 这个叫做RB 这个外半径是RC 这个是内导体 这个是外导体 它现在呢 有电流啊 从内导体流进去 内导体流进去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它的电流啊 是这么流I 然后从那边回转 从外面这个导体流出来 这个外面导体呢 就是打点的 这个电流的方向 电流是分布在这个 均匀分布在这个界面 也均匀分布在这个界面 这是出来的电流 这是进去的电流 那我们现在呢 要求 第一点 就是这里头的一点 这个空间的一点 还有这个导体的一点 这个外面一点 它的电场各是多少 你这一题如果做下来的话呢 那你安培定律大概就都懂了 回去做一做这个 做做这个题目 今天要跟各位讲 我们应用安培定律 可以求一些很特别的一个 带电的导体 所产生的电流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 我们做一个 螺线管 求螺线管 当中的磁场 什么叫做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画的这个 只是一个轮廓 什么都不是 我现在画的 这是一个圆柱形的轮廓 这是一个轮廓 然后呢 我在这个轮廓上面呢 缠了N扎的电流 N扎 它很紧啊 一扎紧接着一扎 不像我画的这么稀疏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画的那么多条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只是一个代表 那么它的电流呢 是这样子的流 从这里流进去 然后 每一扎这样子流下来 然后从这里流出来 那么这个 线圈啊 只有这个线圈啊 这个当中 这个只是一个轮廓 没有东西啊 那么这个线圈 我们就称它叫做螺线管 我用小L来代表 长是L 那么它总共绕了多少扎呢 N扎 总共有N扎 12345678 这样N扎 OK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半径 我们算它是R 那么有电流就会产生电厂啊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电流产生的电厂 是什么 你如果要用Build Server Law 那你这个积分就麻烦了 一扎又一扎 这个积分怎么积啊 好 那么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近似的方法 就是把每一扎 都好像是封闭的 其实它不是封闭 它绕一扎以后啊 回来又错开一点啊 我们当它封闭的 那么我们上次不是求过一个 如果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圆形的线圈 它在轴上产生的磁场 我们求过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磁场 作为基础 就是说我取一个很薄很薄很薄的一个一层 它里头有若干渣 那么它在轴上产生的磁场是多少 然后积分积到这里 那那个呢 目前我们不去谈的 那你们在二年级的电磁学 就会做这种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就用安培定律 来处理 这个 这一条轴 这是它的轴 当然看不见了 轴中间这一点 的磁场 因为啊 我们上次讲过一种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一个圆形的线圈上面有电流的话 有电流 你要求它轴上一点的磁场啊 你不能用安培定律 这个不能用安培定律 如果这里有I 你要求这一点的磁场 是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用安培定律 因为安培定律要做一个closed path 那么除非这个电流 是一个 就是说上次我们讲那个无限长的导体 无限长的导体 圆柱导体上面有电流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电流啊 实力线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在这里做一个封闭路径 让这个封闭路径上的磁场 等于一个常数 做不到 因为这个你看 它这个距离不是一样啊 都不是一样啊 这里都比较近啊 外面这圈好远了 距离这里好远 磁场好弱啊 所以你找不到一个closed path 让这个path上面的磁场 是一个常数 因此我们就不能用 不能用安培定律来求磁场 就每一圈来说 是这种状况 那么你这么多圈 我要求这一点的磁场呢 按照这个样子看呢 好像也不行 不过呢 我们现在把整体的磁场画出来 磁力线画出来看看 磁力线画出来看看 结果它的磁力线呢 是这样子的 电流不是这样吗 磁场往这一边去 所以它的磁力线 是这样子的 我少画几条啊 我说画的不好 应该是这个画的 画到这一边来 画到这一边来 这个应该是 从这里下来 这个应该从这一边就下来 这一边就下来 可以 好 磁力线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看这个磁场大小都不一样 它是曲线的 这个地方磁场比较大 这里磁场比较小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封闭的路径呢 让这个上面的磁场一样大 但是我们看 这个靠当中的部分 我它画的不好 这应该也是靠当中的部分 这个地方的磁力线呢 非常的挤啊 我们知道磁力线是封闭的 外头有多少条 外头包含这里这里 里头就有多少条 所以里头呢 都挤在一块 外头可以分得很开啊 你看这个 分得很开 里头就挤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磁力线当做很多很多 那么这个当中的磁力线啊 这个当中的磁力线啊 就有一点像什么样子的线呢 像一组平行线 像一组平行线 可视为平行线 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 这里的磁场我不能做 这里磁场不能做 当中的磁场呢 我们可以用 安培定律啊 把它求出来 不是 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正确的值 不是很精确的值 大致上 可以把它求出来 所以我们呢 现在就求这个 当中的这个磁场 就是 solenoid 它轴上面 靠近中央这一部分 很短很短一段距离 里面的磁场 我们现在呢 就重画一个图 这个图 很乱 看不到东西 我们重画一个 重画一个 我们 画它的破面 破面 就说我把一把刀子 从这个当中 直进这里 破过去 那你就看到它 靠直进的这个 这个界面 那你看到这个 电流是 怎么流呢 它的电流啊 是从 上面 出来 电流是这样子的 这里都是打点的 这边是打叉的 它每一圈 每一圈的电流 都是这样子流了 上面出来 下面进去 好 那它的磁场呢 我说 这个地方 磁场小 到这里比较大 又变成小 所以当中很大 那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这个够长的话 我们现在是讲这个 长螺线管 就是L 大于 L 大于 远大于R的话 我们称它叫做 长螺线管 你把它当无线长好了 如果是无线长 这个当中呢 就是 轴上面的几乎啊 通通都是 长树 所以这个地方的磁场啊 旁边我不管 就管这个当中一部分 是这样子的 这个应该画 画黄颜色 我画黄颜色 磁场 这样子的 磁场 这个是磁 这个就当做是一个什么 当做是一个 定值 定值 这个外面呢 你看这个 这个磁力线啊 到这里 你看外面比 这里比它小太多了 这个地方又比它小太多了 我刚刚说里头有多少条磁力线 外头就有多少条 而外面比起里头啊 那要小得太多了 一个很小的数字 在一个很大的数字旁边啊 我们可以把它neglect 忽略不计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外面的磁场 等于零 于是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做一个封闭的 做一个长方形的路径 长方形的路径 靠近当中啊 靠近这个当中啊 这是A点 B点 C点 D点 现在我们在罗线管中央的地方 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我们就apply ampere slow 我们applyampere slow B.dl 我是用dl还是用ds muling i and closed 我是用ds还是用dl 有时候用dl 有时候用ds 反正它就是一个路径的激素 你用这个式子啊 你就要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那我们取 长方形路径 A B C D A B C D A我们再写个A好了 绕一圈 作为这个 封闭的路径 好 现在我们就分析 这个磁场不是哪里的磁场 不是这里的 也不是这里的 它是这个路径上面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样做 我们可以判断 路径上磁场 是多少 好 我们就 首先就看 从A到B点 这一段的路径 磁场呢 是个常数 A到B的路径 A到B 磁场 等于constant 磁场是常数 OK 好 那么还有特点 就是 这个时候的磁场啊 跟路径啊 跟这个DL DL是这个方向啊 DL是这个方向啊 平行 那么磁场呢 跟DL平行 好 这个是 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就看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两个路径 从B到C 以及从D到A 就是圆这两条路径 这个 跟这个 好 B到A B到C 好 G D到A 好 这个 路径上面 我们可以分 这个里头的磁场 这个地方跟这里一样啊 它是个路径垂直 这里也是跟路径垂直 外面呢 B等于0 所以我们说 这个区域的磁场啊 若不是B长 与DL垂直 就是 B长等于0 OK 然后 剩下C到D这一段 好 FromC toD B长是0 好 当我们这样分析出来以后啊 那安培定律 左端的这个积分 我们就可以G了 所以 B DL 可以变成 B DL 从A 到B 再加上 B到C B DL 再加上 C到D B DL 然后再加上 B D DL D到A 四段路径 这个路径就不能再打圈圈咯 因为圈圈是什么意思啊 封闭 那从A到B是不是封闭啊 B到C是不是封闭啊 都不是啊 就不能打 好 这个时候我们从后面看过来 D到A 不是它跟它垂直就是它等于0 那这个积分是0啊 好 D到A 我写错了 D到A D到A也是一样啊 它若不是B垂直于DL 就是B等于0 因此这个也是0啊 好 那么 D到A 不对 A到B B到C C到D了 C到D B场是0 B到C 跟D到A 不是B场 垂直于DL 就是B场等于0 因此啊 这个都是0 就只剩下一个这个 这一项 这一项 这一项从A到B呢 B场跟DL平行的 平行的话 这个向量的内积 就变成纯量的积 B场又是个常数 拿出来 那我们就得这一段的积分 我们假定 这一段的长度 叫做Delta L 那么这个就变成B 乘Delta L 左端机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看右端 右端 右端 Muling I am close Muling是常数 I am close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穿过这个 封闭路径围成的这个面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就算 因此就是这些 这个都不算 这个都不算 都不算 那穿过去是多少啊 它总电流 每一扎是I 每一扎都是I OK 总共有N扎 那么就是 总共是N扎 那么单位长度有多少扎 就是这个 单位长度有这么多扎 那么这个里头 这个有多长呢 Delta L 长 那在这个框框里面 这个封闭路径里面 总共有这么多扎 而每一扎的电流呢 是I 所以我们就写 乘上I 好 右边也算出来了 那左端等于右端 左端等于右端 左端是多少呢 B乘上Delta L 要等于 乘上I Delta L 乘上I Delta L 跟Delta L 约掉 于是我们就得B乘 是等于 μ0 N over L 乘上I 有的书上就把这个值 把它当做 单位长度有多少扎 可以把这个写成 可以把这个写成μ0 Ni N呢 是等于 大N倍 除 就是每单位长度的扎数 好 这就是这个当中的资产 这只能用在哪里 这只能用在哪里 长螺线管 当中 这一部分 也不能用在这里 也不能用在这里 那么它外围 螺线管 外头的磁场 是0 是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螺线管 当做无线长的话 无线长 那么 这个线呢 几乎都变成直线了 就是这么出去 这么出去 这么出去 如果是无线长的话 那么整个当中的磁场啊 只有端点 两端的地方磁场 稍微不一样 当中都一样 所以当中的磁场呢 通通可以当做是这么大 通通可以当做是这么大 无线长的话可以这么大 长的话 这个只能算当中的 短的话不能用 好 这个是螺线管的磁场 这个纸一定要记起来 你不要当记这个 记这个 将来我们要求 螺线管所带的磁能的话呢 通常你要用这个来做 好 以上呢 是讲的螺线管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讲另外一种 叫做螺线环 螺线环 好 好 好 螺线环 我们称它叫做螺线环 螺线环 什么是螺线环呢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画的也只是轮廓 只是轮廓 好 那这个形状其实像什么呢 像你们吃的那个甜甜圈 甜甜圈 这是空的 这是一个圆形的管子 我们把它两端 这应该有个偶啊 Toroid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轮廓 好 其实它是一个有N扎线圈 N扎线圈 电流从这里进去 比如说 从这边出来 于是它里头的电流就是这样子 这一扎一扎也是很紧啊 不像我画的这么稀疏啊 它是一扎紧接着一扎 总共有N扎 总共N扎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 这个上面有电流啊 这个电流会在周围产生磁场啊 我们把这个空间分成三个部分 好 一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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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一 区域二 区域三 我们问这三个区域的磁场 是多少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 当然 知道不能用Build Savalot 如果用Build Savalot 你如何去积分呢 没办法积分啊 于是我们就 研究 因为它是 每一扎 因为很紧的 不像我画的这么稀疏啊 每一扎你可以 妈妈呼呼 把它当作是一个 封闭的 一个磁力线 封闭的磁力线 于是啊 我们可以把 这个Toroid 把它 剪 画成 这个样子 把它 再画一次 我们还是要拿刀片 把它 割为两片 从这个 从当中破过去 破成两半 这个时候 你就看它的电流啊 电流 从里头出来 里头出来 从 外头呢 外圆呢 进去 它是这样子的 电流哈 这是电流 好 这个外面是进去 好 我们就一扎一扎看它的磁力线 它磁力线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所以磁力线是从这边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少画几圈啊 是这样子的 这里 这个地方 好 这样子的 这里都是出来的 OK 好 现在我们就看 这是一圈 它旁边 紧接在旁边 还有一圈 还有一圈 在旁边还有一圈 因此整个磁力线 那么看起来呢 在当中看起来啊 这个地方磁力线 都是这个切线的方向 所以这个磁力线 在 这管当中呢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封闭的 管当中是封闭的 那么 根据安培 右手定则 这个磁力线是这样子的 好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啊 就可以啊 用这个 安培定律 把这个地方 磁场啊 求出来 好 我们就把安培定律 写出来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做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我们是做一个半径VR的一个封闭路径 比如说这个 同心圆形的封闭路径 啊 OK 好 那现在我们求什么 我们求这个 第二区 这个是第二区嘛 第二区 OK 好 我们在区域二 区域二 区域二 那么左边呢 区域二 我们说 这个磁场啊 这个路径上的磁场啊 都一样大 没有理由说哪一点的磁场比较小啊 他们所遇到的状况都一样啊 这个是由电流的分布 对称分布 对称分布我们知道 区域二 B场是等于 Constant 好 那么B场 那还有DL呢 我们就取 DL跟B场同方向 而且是平行 而且是平行 我们取这个 DL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磁场 这个是磁场 因此 这个积分马上可以算出来 B DL 是等于 B DL 因为这两个平行啊 所以就变成存量 B场 B场可以提出来 DL积分就是2π2 好 那么右边呢 右边 我们不要写右端 就直接写这个 Muling I am closed 对于Muling I am closed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这个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面 钻进去或者钻出来的电流 总电流 钻进去钻出来 如果钻进去是正 钻出来就是负 可以加加减减 现在通通只有什么 钻进去的 全部电流都在里面 那就是Ni 好 那左端等于右端 B 乘2πR 要等于Mul0Ni 我们就得B场 是等于Mul0 N 被2πR来除 乘上I 这个是 在这个环的内部 在这个里头 在里头 这个要记起来 可现在这个磁场 跟半径有关 跟半径有关 越靠近 这个地方的磁场 越强 越出来的越弱 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看 区域 区域 区域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 画在这里 就是 封闭路径画在这里 那这个是R 那它磁场的方向呢 里头是靠这一边的 按照这个看是靠这一边的 好 我们取DL取在这里 你们另外画一个图 你要表示的清楚 这一区要这一区画一个图 外面一区也画一个图 这里因为我可以 用肢体语言表达 所以我就画在同一个图上面 好 那么 同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得 安培定律的 左边 是等于B乘2 排R 因为这个点 这个所有的点呢 它的磁场一样大 没有说谁大谁小 好 好 那么 而且呢 B乘跟DL同方向 好 然后右边 但是右边就不一样的 μ0 i an close 等于μ0 乘上0 等于0 因为这个当中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当中 没有电流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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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电流值就是0 OK 好 那我们把 A 左端等于右端 B 乘上2排R 等于0 很等于0 那就是说 2排本身不是0 要是0 要是0的话一定是这两个 但是R呢 随便我取啊 我要它不是0就不是0啊 但是即使你R不是0 这个也不是0 但整个还是很等于0 好 所以 这一区 外面也一样啊 外面呢 你是做一个像这个样子啊 好 它的磁场呢 这个方向 磁场这个方向 DL 我们就取这个方向 结果 跟这个一样 左边二排R乘B 右边是零 因为你这个路径里头的电流 有N扎出来 然后N扎进去 那总电流就是零 对不对 那因此B厂也是零 那这个我们就写一下就好了 统里可得趋于三 B厂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螺线环 它的磁场只有这个当中有 当中这里有磁场 这里有磁场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没有磁场 而且这个值要记起来 我们将来要求它的磁能 或者求它的质感系数 就是要用这个 所以你看安培定律 可以用来求这种特殊形状的 这个电流线圈 所产生的磁场 不过呢 它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 我们是用净四值 没有办法 大自然里头像磁场这种东西 很多的问题 你都不能得到非常非常精确的结果 这是因为磁场的特性是如此 它不像高四定律 那么因此呢 虽然不能很精确的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可以用的 一个净四值 也不错了 好 那么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例题